大家好,我是杜萌 今年正好是我跟玻璃打交道的第十年 所以特别感谢依西可以邀请我来到这儿 跟大家分享一些我做玻璃的故事 其实有好多人问我一个问题就是 读萌你当初为什么会去学玻璃 因为我的本科学的是平面设计 所以当时朋友知道我研究生选择了这个方向的时候 都觉得特别匪夷所思 2008年的时候我第一次去了美国 也是第一次在美术馆里面看到 有艺术家用玻璃这样的材料做了巨大的装置 当时我就身处在这个黑暗的空间里面 看着眼前的这条大船 还有上面巨大的彩色玻璃球 我就有点不相信这是不是真实的 因为它看起来非常梦幻 那之后我就开始对玻璃产生了强大的兴趣 我很想知道玻璃到底是怎么被做出来的 我工作的时候一般都处在这种非常高温的条件下 这个设备叫做重热炉 它是我们对玻璃进行反复加热的一个设备 那它运行的温度一般是在1000多度左右 所以大家也能从里面刺出来的这个火焰感受到 它真的是挺烫的 那在工作的时候我也需要去学习和了解 怎么样去使用大小不同的火焰来对玻璃进行加热和塑造 还有的时候呢我也需要全副武装 穿着这种隔热的防护服去打开摇炉 看玻璃在不同温度下的一个变化 那这三张照片都跟火有关 看起来特别有魔法加成 特别酷炫 但其实我面对的更多的工作日常 是这种忙活了大半天 碎成伊丽扎的惨烈的景象 那我觉得玻璃特别有自己的脾气 它有时候不愿意跟我合作 它就是不合作 所以我觉得总的来说 玻璃它是一个对新手来讲不那么友好的材料 那除了这种自然状况下会发生的工作上的意外意外 我也经常给自己立flag 比如说前一秒我berz信说 我今天晚上灌完这个模具 我就可以回家睡觉了 结果下一秒这石膏就裂了一个大缝 然后里面滚烫的蜡就顺着都倒破在了我的身上 然后像这围裙上还有腿上就都是蜡 所以那天也没有早回家乘 一直跪在地上清理现场 弄到了凌晨 所以一件玻璃作品在诞生之前 其实要经过无数次的失败 而且也会有各种各样的意外状况 那我觉得玻璃它其实有很多非常对立的特质 比如说它有技艺 而它成型的时候会像冰一样晶莹剔透的 非常的纯净 但是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呢 它又需要反复的高温和火焰的不断淬炼才得以成型 那在火焰之下玻璃其实非常柔软 它特别像一块蜂蜜软糖 可以任意做造型 可是在它降温之后 它又会变得很坚硬 同时也很脆弱 它如果碎了的话 它锋利的断口有可能会划伤我们的皮肤 所以它有的时候会有攻击性 但我觉得本质上来说 它是一个很柔软细腻的材料 那说到刚才的十年 就让我想起我开学第一天 第一次走进工作室的场景 我们吹玻璃的工作室 在英文当中叫做Hot Shop 所以顾名思义它里面一切都特别的烫 我记得我那天前脚刚迈进去 就感受到了一股热浪扑面而来 然后眼前就是汗流浃背的同学 还有橙红色的火焰和玻璃交织在一起 我那时候整个人就都蒙掉了 心里想 哎呦 烦了 这开学第一天就是这样的一个阵仗 我以后还要怎么学下去 所以我那天其实很想去给人帮帮忙 但我发现我是一个连工具都认不全的人 后来我才知道 我是我们工作室唯一一个 没有任何专业基础就被召进来的学生 在那之后 其实我花了很多的时间默默地练习 因为脸皮薄嘛 所以总是不希望自己成为大家吐槽的那个对象 我就经常等大家都回家了以后在那练 但其实越这么做也没有效果 我就越自信心就越被挫败 同时我在这个房间里工作的时候也会觉得特别紧张 因为玻璃呢 很热的玻璃在室温条件下 其实是会迅速地降温的 然后如果我们不及时地对它做出一个反应和判断 它就有破碎的风险 但是那个时候的我是完全做不到的 还有一点就是大家的性格也会非常直观地反映在工作态度里面 我觉得我可能是在立flag这件事上特别有天分 所以我那时候我就老脑补 我说哎呀太可怕了 万一我失误 然后导致别人作品碎了 可怎么办呀 后来它就真的发生了 我一个同学 他做了四个小时的一件作品 就在我面前哗嚓一下 就粉身碎骨了 后来他那天可能心情也不太好 就直接就暴走了 先是把工具摔了 然后又对大家抱了粗口 那之后我就觉得吹锅里真的是太可怕了 又烫又容易受伤 然后大家情绪也都波动得比较激烈 我觉得我在这完全没有办法去做任何事情 想任何事情 所以我急需找到一种适合我目前状态的方式去做玻璃 于是呢我就来到了铸造工作室 铸造工作室的工作流程 其实跟吹制是有挺大反差的 因为它每个工序都比较耗时 需要很多的耐心 但是它有一点特别好 就是对新手来说非常有亲和力 至少在这个房间里面 所有的工具和材料我都可以上手来触摸 而整个的工作流程也特别有意思 特别像在做实验 就比如说不同的玻璃料的颜色配比呀 然后在不同的温度下烧出来 它都是不一样的结果 所以慢慢的我其实通过就是做铸造 也能看见自己的进步 然后我觉得它也比较适合我这样的慢性子 所以渐渐的心里就放松了起来 我就开始去想我能在这里做什么样的作品 在第一学年的最后一个学期期末呢 我做了一组人校 他们都低着头闭着眼睛 一副情无打扰的样子 我其实第一年的时候都是差不多这样的状态 因为当时一个是语言的屏障 再加上技术上也不怎么会 所以我就更不太想跟人家多说话 然后我觉得它其实就反向促使我 去把我想说的话转化成视觉语言 然后让作品来替我说话 但是烧这件作品的时候 我经验当时特别不足 所以我降温降得太着急了 就导致它的身上出现了很多 像疤痕一样凹陷进去的那种激励 我拆开石膏一看 其实当时我心情特别复杂 因为我知道这个作品没稍好 但是我又特别舍不得 就这么把它砸了就扔掉 后来我就把它拿回我的工作间 我就看着它 我觉得可能这种烧得不完美的状态 才是最真实的我这一年的一个反应 所以就算它有瑕疵也没关系 应该就顺着它走去找到 一个适合它的解决办法 后来我在校园里找到了这个小干花 我就把它都带回到工作室 用蜡和玻璃在它的外表进行了加固 然后呢就把它一片片取下来 又补回到了这个人像 有疤痕的这个地方 然后这个过程其实对我来说特别治愈 因为我觉得好像我 我用我自己的方式 帮它抚平了它的伤口一样 所以做完了这个作品 我也更喜欢它了 而也是从这件作品开始 我觉得就是做玻璃 或者说做很多事情吧 都不需要太跟它较劲 有的时候问题或瑕疵出现了 顺着它往下走 也许会有意外的惊喜 助脚玻璃的质感是这种 比较磨砂半透明的质感 所以我觉得它很适合去表达 那种介于虚与实之间的一种状态 它很适合去记录逝去的事物 还有情感 包括记忆中很模糊的一些情景 所以当光线穿过作品的时候 其实是可以从内部看到 发出的微微的光亮的 就好像看到了 它们的小灵魂被点亮了一样 在那之后我就逐步开始了 我的毕业创作 那时候我特别想家 因为我从来没有在北京以外的地方 长时间的生活过 所以我就想做一系列作品 去记录我从小到大 对北京的一些印象 于是我就选择了先对自己下手 我就把我平时穿的一双小白鞋 做成了模具 然后就把它们烧成了一双 玻璃的小白鞋 小的时候呢 也经常看见小燕子 在房檐下低飞 所以我总是把小燕子 跟北京这个城市联系起来 就看着它就觉得有家的感觉 然后我在展览中 也做了好几只 胖肚肚肚的玻璃的小燕子 这组作品 我当时做它的时候 我的想法其实是来自于 那些要被拆掉的老房子 老房子拆掉之前 会在墙外面很粗暴的 画个大圈 然后里面写一个拆字嘛 我很想纪念这些 被拆掉的房子 所以我就做了很多 像小相框一样的原片 因为我觉得相框里面 承载的每张照片 对于生活在同一屋檐下的人来说 都是很重要的 后来我就把这些小相框 都像那个拆子外面的圈一样 串联在了一起 然后我也加入了一些植物的元素 让它们看起来更像是 寄电用的玻璃花圈一样 我在做这组作品的时候 用了一个技法叫做粉烧 它是把玻璃的粉末 用很低温的条件烧在一起 它其实那个状态 有点像糖渣融化了 然后它刚刚好 粘在一起的那个样子 所以很脆 一掰就短 大家也能从我这个板子上 碎掉的这个部分看到 其实失败率是很高的 我在烧这个作品的时候 其实也发生了一些 小小的意外 因为玻璃在石膏里面的 厚度不均匀 所以它们是会相互拉扯的 就会天然的形成 这些残破的部分 但我当时看见它的时候 我觉得特别欣喜 因为我想表达的 就刚好是记忆 通过时间不断更迭 最终可能会消失的 这个过程 然后呢 在烧好之后 我就在它上面 做了茶的染色 那玻璃 粉烧的玻璃 它中间其实是有 很多的小气孔的 它可以吸收水分 再慢慢释放 于是就形成了 这种茶字的痕迹 一开始 我是想在这些 小箱块里面画画了 后来我看到 它天然形成了茶字之后 我觉得我在做什么 都是画舌添足 所以我觉得这个作品 是我做了一部分 玻璃做了它的一部分 这是我在展览之后 留下的唯一一张 作品的集体照 我本来的想法 是想把它们最后 都带回北京 就挂在这个老房的外面 什么时候 这个房子要被拆了 它可能作品 就随着一起就毁掉了 但是很不幸的是 在一次作品运输当中 因为包装不当 这个作品就全部损坏了 那玻璃的原材料 其实是来自于 沙利和岩石 所以有的时候 我觉得破碎的玻璃 就像尘埃一样 它终归要回到 自然当中去 那随着作品 这么一岁呢 我觉得好像他们 率先知道了 自己的命运吧 就提前破碎掉了 在毕业创作结束之后 我特别幸运地留校了 我留在学校 做助理艺术家 同时我也教 铸造这面课程 然后那段时间 我就有很多 空闲的时间 我就去做了一些 新的尝试 比如说我会把 四网印刷的技法 用到玻璃上 然后再进行层的叠加 那在不同层的玻璃 烧在一起的时候呢 它是会天然形成 这种大小不一的气泡的 我特别喜欢小气泡 就玻璃里面的小气泡 我觉得它们 特别有灵性 而且是非常特殊的笔触 而这种笔触 是其他任何材料 都不能够替代的 在住地当中 有一年 我会在我们家 隔壁的一个公园里面 每个月捡一块石头 我找到这些石头的时候呢 它们有的在树坑里 有的就被狗狗给刨出来 一顿玩耍 丢到另外一个地方 我当时会把自己 置换成石头的视角 我觉得 诶 我在这儿待得挺好的呀 怎么就被这个 四角兽给挪了个地儿呢 我在作品里面 其实也用到了 之前小相框的这个元素 但是我觉得在这儿 它更像是小镜头 因为一块石头 它很容易被人忽视 但是其实它自己 注留在它原本的那个地方 也是在默默地关注着 面前的人来人往 和四季变迁 只不过不知道 某一天有一个外力 就会把它换到另外一个地方 重新开始记录 后来我又做了 另外一组人像的作品 但是我特别拖延 花了三年的时间才做完 但是这组作品 因为我保留的制作过程 图片比较全 所以在这儿 也想给大家介绍一下 制造工艺的流程 首先呢 我们需要有这个拟稿 然后要把它翻制成 硅胶模具 硅胶模具 它是非常有韧度的 所以它可以捕捉到 你原本的稿子上的 任何的细节 在拥有了硅胶模具之后 我们就可以往里面去注蜡 就等于是把刚才的拟稿 给它变成了一个蜡的稿 在这一步 其实是非常关键的 因为我们需要 把它修得非常的仔细 它是什么样子 最后得到的玻璃 就是什么样子 所以在这儿呢 也可以看到 我会做一些辅助的结构 像这些底下的条 还有上面的一些牙签等等 它们都是帮助玻璃 在高温的时候 更好的流动 以及排出内部多余的气体的 在蜡稿完成以后 我们就可以在上面 附一层耐火石膏模 把它翻成 就是最终的这个白色的样子 之后我们需要用高温的蒸汽 把里面的蜡全部都蒸出来 所以有的地方也管这种方式 叫做湿蜡煮造法 或者拖蜡煮造法 等蜡全部流出去之后 我们就可以把石膏模具 倒置在窑路当中 就是这个画红圈的地方 等着玻璃再流进去 我在这个模具的上方 架了一个花盆 里面放的就是我要用到的玻璃原料 所以等炉子升到大概900度的温度 玻璃就会渐渐的融化 顺着花盆底下的那个洞 流进石膏模具里面 那右边的那张图呢 就是我在烧制到最高温度的时候 摇炉的一个状态 我在做这件作品的时候 其实是在修蜡那个过程 卡了特别长的时间 因为我不知道怎么让这个人像作品之间 很好的过渡 后来有一次就无意之间 用火烧到了蜡的表面 它就融化了以后流淌下来 我突然觉得这种感觉特别对 特别适合他们的过渡 所以不同的材料和特质 都会带给我不一样的灵感 最后我就把它做成了这样的五个人像 给他们取名叫做一日 因为我觉得一日它是一个时间单位嘛 那不论是以周还是月还是年 回看这当中的每一天的时候 其实我们都可以感受到自身的一个变化 那第一尊人像 它基本上是原本的样貌 只是裙脚的部分 冒出了一个小小的枝条 到了最后一个人像的时候 就是它身上原本 外面的装饰渐渐的融化了 取而代之的是这种新生出来的枝条 我觉得这五个人像其实就代表了 我留学那五年多时间 自己的一个变化状态吧 虽然这个枝条长得很慢 但是它们一直都很包容我 陪着我一起在成长 那在驻留的三年当中 我还有一个特别大的收获 就是我觉得吹玻璃 好像没有那么可怕了 我是一个很容易受环境影响的人 所以当我周围的人对我特别有善意的时候 我也会慢慢地放开自己 所以当时我遇到非常好的老师和同学 是他们的鼓励帮我又找回了 之前碎成粉末的自信心 在这儿呢 有一段工作的视频 大家也可以从这里 大概地了解一下吹玻璃是怎么样的状态 就可以看到好多火 我觉得自信心是一个特别神奇的东西 就慢慢地我逐渐就可以掌握很多 以前连想都不敢想的这些操作 当时就觉得自己还挺厉害的 这都能做了吗不是 那随着技术越来越好呢 我也是开始去在玻璃的表面上 做很多的不一样的处理 去观察它的光影 因为其实玻璃虽然是透明的 但是它的影子是非常丰富的 我也想着未来可能有机会的话 能把这些元素用到自己的作品创作当中 在30岁那一年 我做了人生中的第一个个展 在那之后 我觉得我生活需要一些变化 所以我就决定回来了 这张照片是我在工作室门口穿着 我们工作室最有标志性的 隔热的防护服 跟它合了个影 告了个别 那之后我就踏上了新的旅程 2017年和2019年 我分别两次去到了日本爱之县 在那边做了一个短暂的驻留 这是当时在日本工作时的一个场景 那我之前工作的地方 都是在比较靠北的城市 所以冬季虽然非常漫长 非常寒冷 但是对于我们做玻璃的人来说 是很舒适的 那到了爱之也是第一次 去了一个比较靠南的地区 又赶上了当地的梅雨季节 就每天工作室的温度计 大概都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我当时已经觉得很崩溃了 后来那个有一天 学生跟我说这个温度计坏了 它指针指不上去了 其实温度应该更高 听完这个消息以后 整个人都不太好了 那个后来我发现在日本的时候 我再次出现了沟通上的问题 因为我不会讲日语 日本的学生也都比较腼腆嘛 他们不讲英文 所以我们只能就是 迷之交流 就靠这些小漫画来 就是沟通自己到底想做什么 特别可爱的是 最后我都能跟他们一起 把这些小画做成玻璃 所以我的工作台上 渐渐的就是这种 奇怪的小东西就越来越多 那在日本的时候 因为也是头一次 很集中精力地去思考 怎么样能把垂直的元素 融到自己的作品当中 所以那时候是做了大量的实验 有的时候我会把玻璃故意做得很薄 然后甚至把它吹破了 再把它融回来一起 去对着光观察它的一些激励效果 之后呢 我就把这些在日本做的玻璃的元件都带回来 然后想着跟铸造的部分做一个结合 我觉得这种天然形成的玻璃表面的褶皱 特别像是人的皮肤 所以我就把它置换成了人像的头 后来就做成了这样两两相连的一系列人像作品 我觉得它们都是彼此的投射 在一边你可以看到它外表的变化 而另外一边你可以透过它透明的皮肤 看到它脑子里的状态 我当时用了很多人造的元素 所以这些花花草草的看着特征 特别美丽 其实都是假的 都是那种永不凋谢的假花 我把这些元素跟这种自然形成的玻璃 这样的材料结合在一起 它们的关系其实有点别扭 但是我那个时期我自己的状态 其实也是非常别扭非常纠结的 我觉得当时就总是怀疑自己的选择 包括职业上包括生活上的方方面面 我觉得好多是非真假 我都不能很好地对它做出一个判断 所以这些人像的每一种变化 其实都代表了当时我一种情绪的投射吧 我觉得 我就想通过做这个作品 去找到内心当中的一个平衡 后来作品做完了 我心里就是 终于松了一口气的那种感觉 2017年的冬天 北京的近郊发生了一场大火 带走了很多人的家 我就用这个透明的 充满气泡的玻璃球上 加了很多的羽毛 做了这样一组作品 它很小 因为我觉得它们都像一只只小鸟 它们的声音可能很微弱 很容易被人潮和嘈杂的城市所淹没 但是其实它们每一个个体都非常的美丽 它们不应该就被这样轻易地忽视掉 从日本回来之后 我也把当时迷之交流的一些插图和我做的创作 整理成了插画 我给它们取了一个名字叫做《从前有一个故事》 因为我觉得它们都特别像是故事书里面的小角色 在做这个作品的时候 大部分时间其实都是靠肢体语言来沟通的 所以我觉得它特别像是我动作和身体的一部分延伸 在完成它的时候 也想着是用更拟人化的一些方式去呈现 让玻璃看起来更像是身体的一部分 并且呢在拍摄的时候 我也想尽量给它营造一个小的场景 因为故事开头虽然都差不多 但是结局总是有万千的变化可能 所以从这些场景当中 可能大家可以捕捉到一些线索 脑补出不一样的情节吧 比如在做这件作品的时候 当时发生了很多顺风车的恶性事件 我在做完它之后 拍完照片 它就成了这样的一个场面 这个作品的小手当中 握着一颗特别有光泽的假珍珠 可是其实我在玻璃里面封印了好几颗珍珠 不过它们就是不断地被这个白纱打磨 所以外面的光泽慢慢都退掉了 就暴露出来它们塑料的本质 在拍这件作品的时候 当时我跟摄影师是在一个公园的水边 那天可能水浪比较大 就有一个大爷拿着那个喇叭跟着喊 就驱赶人群回到岸边 我摄影师说他跑得太着急把作品砸了 就说先放在这儿 待会再回来取 我说行 然后我们俩就回到了岸边 回头一看呢 就看见这一只孤零零的小手 在暗黑的岩石当中 前面是湍急的水浪 后面是暗上围观的人群 我觉得那个场面非常魔幻 成片出来之后我特别喜欢 而且特别喜欢它小时候握着的那一株草 虽然这个小草它也是个假草 但是我觉得在这种环境下 可能手里握着点什么 总比没有好 那除了置换人的头以外呢 我也置换了鸽子的头 这是我在翻模之前 把蜡稿都拿出来拍了一个集体照 我觉得他们特别像是 无头鸽子在开会 但是没有头嘛 你也不知道他们到底在聊些什么 后来我给他们安上了玻璃泡泡里面 也放了很多假珍珠 佳哥其实是可以飞得很高很远的 但是他们因为有归巢性 所以最终还是会回到 他们的这个小小的鸽笼里面 当时展览的时候 我就布置了一个巨大的鸽笼 在展厅里面 这个网留给观众看展的距离 其实是非常局促的 所以站在这个网面前 可能自己也不知道 是我在看鸽子还是鸽子在看我 那在这面墙上 我还开了一些窥视的小孔 从这些小孔里面 你可以看到里面鸽子的隐私 但是我觉得可能鸽子同时 也在暗中窥视墙外的人吧 在这个阶段的作品和展览结束之后呢 玻璃又带我去了更远的旅程 在18年的夏末 我第一次去了苏格兰的北部 一个叫Libster的小镇 那个地方特别平 就是你不论往哪个方向去望 都是海平线或者地平线 我觉得就感觉空间可以无限地去延伸 同年的12月份 我又到了波罗的海的拉脱维亚 这是当时冬季的李嘉湾的景象 我觉得就好像看到了天空和水面 连接到了一起一样 我当时在那个非常靠北的一个城市 又是冬天 所以白天大概90点钟天才亮 晚上下午两三点钟就慢慢地天黑了 就觉得很奇怪 也觉得光照特别的宝贵 我当时就住在这个右边的红砖房子里面 这个是拉脱维亚皇家美术学院 在美院里面就是没半层就会有这么样一面墙 上面全是彩色的玻璃窗 当时外面其实光照也不是很充足 又灰蒙蒙的 所以就显得透过这些彩色玻璃窗 照进室内的这些光线格外的温暖 而且他们的 他们学校的玻璃专业也有一个传统 就是玻璃系的学生都会在假期的时候 把这个玻璃窗进行维护 我当时去的时候 正好他们学生在修其中的一块 我就在那边一边看一边学习了一些新的技能 后来回到北京以后呢 我也找了一些平板玻璃料 想试试新的创作方式 在那一年 其实我跟我特别好的一个朋友 都分别经历了家人的离去 我的朋友 他是一个特别特别坚强的人 所以我特别想安慰他 可是我嘴太笨了 我又不知道怎么能说出口 后来有一次 我们俩聊到《严谨君2情书》的那个电影 在电影当中杜边博子冲着雪山呼喊 你好吗 我很好 聊到这儿的时候 我突然觉得我特别想用我的方式 用玻璃作品去安慰他 所以我就做了这样一个作品 我把镜子和平板玻璃结合在一起 做了一个新的系列 叫做信件 在镜面上我都刻了一句话 这句话是信件通用的开头语或者结尾语 我做好作品之后 我跟他说我想送给你一幅 然后他就挑了这一幅 尽望安好 他说这是大家在知道他的经历之后 最常跟他说的一句话 后来我把作品带到纽约去展览 把作品都布置在空间当中的时候 在季然光的环境下 我觉得就好像看到这一句句问候 悬浮在空间里一样 特别让我感到宁静 而在玻璃的选择上 我其实用了一些看似非常普通的玻璃 但是只有当光透过它们的时候 才会在墙面上投射出这种 波光淋淋的水面一样的光影 而在镜子里面 我们除了可以看到自己和所处的环境 也可以看到更远的地方 我觉得这个作品就好像 把天空和水面给连接起来了一样 可以无限地延伸 在不好展的第二天清晨 我醒了特别早 正好有一束阳光照进画廊里面 就在左上角 然后它缓缓地移动到右下角 在这个过程当中 阳光点亮了每一封信 然后信的光影又逐渐消失在了阴影当中 我在镜子里看到了窗外的蓝天 那一刻我觉得 我的问候对方应该都收到了吧 从一双小白鞋 到一颗容易被人忽视的石子 再到一抹阳光 再到一段模糊的记忆 我觉得我的作品当中 总是喜欢去关注那些 特别容易被人忽略 或者忘却的小事件 但是正是这些琐碎的小事 构成了我作品当中的一篇篇故事 在这十年当中 其实我很多次很多次想过 要放弃这种玻璃 因为有的时候真是找不到 继续做下去的动力 但是每当有人跟我说 在我的作品当中 体会到了那种特别细腻的情感 和记忆的分量的时候 我都会觉得 我能够用玻璃这样一个 既坚强又脆弱又温柔的材料 去做创作真的是太好了 尽管玻璃天性易碎 但即使破碎 也会以另一种方式 重新发出光芒 最后用一句话 结束我今天的演讲 就是万物皆有裂痕 但那是光照进来的地方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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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